中国葫芦岛的电磁炮测试键,2019年2月26日,在葫芦岛看到安装在072II型测试船上的电磁轨道炮,从微信地图以及网友拍到的视频看来测试成功了。 根据一些五角大楼专家的说法,中国海军的电磁炮,已经在2019年初发射了第一炮。 在今年1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,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直接引用了接触美国情报报告的消息来源,称中国一月早些时候,测试了革命性的最新电磁炮。 中国海军的电磁炮在武昌报船厂,进行了一年多的码头工作和测试后,这艘072II型测试船,被改造成中国海军新电磁轨道炮海上试验台,于2018年底从武汉出发,前往沿海地区。 从那时起,就经常在中国的网络上,流传着一些军迷的视频,产生了这些意想不到的信号。 外界分析,中国海军在渤海湾有多个武器试验中心,包括辽东八岛的一个,中国海军试验基地也在这里。 072II型测试船,根据美媒的消息来源,中国的电磁炮能够以2575米每秒的速度,击中200公里,124英里的目标。 然而,我们不知道这些相当精确的数据,是如何被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,这仅仅是基于他们自己正在开发的电磁炮系统的推测,还是部署了测量手段。 2019年2月26日的卫星图像显示,这艘4800多的电磁炮测试船,当时在中国海军呼噜到基地的附近,看起来,测试已经成功了。 如果假定美国来源信息的准确,至少在1月30日之前,中国海军电磁炮肯定有实弹测试。 根据辽海警警航通报,期间总共有8次军事演习,其中3次日试弹,与卫星地图对比燃码,很难知道这些正式宣布的演习中,那一项与电磁炮甚至有关。 在第一次海上发射试验中,系统不太可能直接测试最大射程。 因此,系统有可能首先在短距离内进行简单的射击,然后再增加范围和速度。 预美军电磁炮的对比当然,这只是一个假设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葫芦岛附近的海军打场,根据航行公告可知从1月9日到12日,从17日到22日,从21日到24日,都有同样的方形禁区。 中国电磁炮如果真的发射200公里范围扩大,而测试可能因为1月14日举行的海洋区域封闭的军事行动,在这一天是整整220公里,X2550千米一长方形。 第十二届光化工程科技奖,有45名提名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,其中就有包含DF-26的主要设计师。 这篇光文中还有一个海军电磁炮项目团队,解决了电磁炮炮管人模粉和远程装载炮弹的关键技术,并开展了连续设计试验,出速来2500米每秒,功率能32M焦2。 玉美军电磁炮的对比2017年11月6日的光文文件强调说,海上测试原型的开发已经完成,海上测试很快就要开始了。 这些数据与中国目前的电磁炮进展情况一致,一旦测试成功,未来最可能首先装备零母型驱逐点上,成为全球让人敬畏的火力战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